各位同學,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主題 我們要介紹的是圓周綠 因為我們要介紹 樹線上 所有的樹,那有幾個很特別的 那在這裡呢,老師要提出來說 首先第一個我們要講的就是圓周綠 什麼叫圓周綠 圓周長與直徑的比值 那叫圓周綠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圖 紅色的部分是我們的圓周長 然後呢,圓星在這裡 穿過他的直線 這一條就是什麼?直徑 好啦,A走到 B這一個線段的長寸 直徑,那我們的圓周會有 個長度啊,我們的直徑會有個長度啊 他們兩個的比值就叫圓周綠 那已經上了國中了 因此我們要用什麼? 用希臘字母拍來表示 它會等於3.141595 後面一直不斷的 延續下去,它是一個無限小數 而且也是所謂的無理數喔 好,那在這裡 我們要強調一下 拍的話 大約等於7分之22 不是實際等於7分之22喔 是大約等於 好,接下來呢 因為我們是國一先修 老師希望各位同學不是純粹 只是為了國中準備 我們也希望我們把我們的視野怎麼樣 拉高拉廣 因此老師多講一下 課外的東西 但是讓各位同學呢 能夠怎麼樣 看數學的眼光有所不同 首先我們介紹一下根號 好,什麼叫根號呢 若有一個正方形 它的面積為2平方公分 欸,各位同學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呢,假設家裡面有鋪瓷磚 這個瓷磚的大小 是一個正方形 然後呢,面積正好是2平方公分 可是它的邊長 我們沒辦法以由理數來表示 也就是沒辦法用幾分之幾 來表示它 那麼呢,古代科學家想到一個方法 哎呀,簡單啦 因為它的面積是2嘛 就給它旁邊打勾勾就好啦 這個符號呢,叫根號 因此,根號2就表示什麼 有一個正方形 面積是2平方公分 但是因為它的邊長 沒辦法用由理數 也就是幾分之幾來表示 因此我們給它一個符號 它還是存在啊 那就給它一個符號叫根號2 這樣各位同學清楚了嗎